光复乡大同原名俱乐发展协会在今年三月 是在清水西畔建立传统巴拉高渔场 而在今天上午则是带领第九河川局长 以及部落族人学童是特地下水捕鱼 来体验部落传统的捕鱼文化 这几天的午后雷震雨将河川泥水冲进了巴拉高渔场里 使得池水混浊 今天一早部落族人在混水中抓鱼似乎也增加了难度 即便如此部落协会仍不忘强化部落传统捕鱼文化的教育传承 是一样冰蓝叶做的 要做成什么样子的形状 要做得像战船一样 那会不会很难 还好 我们还多把它穿了很多个洞 你看这里 所以才会立的比较高 今年三月光复乡大同原名俱乐协会在光复西畔 建制传统巴拉高渔场来发扬传承满海部落特有的巴拉高生态 捕鱼法以及部落的捕鱼文化 并且也结合了河川环境保护的宣导 共同爱护我们的河川 平良心说以后可能没有一起的多 但是我想传承的活动我们是做到了 学生部分我们叫他们怎么样去做环保佳祭 然后让他们跟着大人一起 米高富士的活动要怎么样去进行 我想对他们来讲是印象很深刻 当然如果有疑惑那是百分之百的完美 我们这巴拉高的营造 也是说要结合青青草原巴拉高 我们的下面的二号提防 我们将会有萤火虫的生态服务区 现在在施工中 像以后就是三个地区 我们结合一个生态的景点 一个休闲的活动的空间 光复乡马滩阿美族人 依照传统惯习 在河川行水区内设置巴拉高渔场捕鱼 第九河川局长谢明昌在部落提出申请时 也高度支持部落文化的实践与发扬 并且也在今天特地到场参加 实地接受部落传统文化的洗礼 因为我们在河川区内的一些使用行为 是要经过申请许可 所以并不是说它不是禁止事项 它是申请许可的事项 那像现在我们大同村在这边办巴拉高 巴拉高这个是有经过我们申请许可 那它本身是因为是原住民鲜明的智慧 它是一个生态捕鱼的方式 那又是一个原住民的文化 那在我们河川里面 传承这样的一个文化 基本上我们是朝着支持的方向 我们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 部落族人在各自的巴拉高渔场内抓鱼 虽然鱼货量不如预期 不过在部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承上 却是大丰收 部落族人也重新恢复了巴拉高渔场 期待下一次的满载而归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